没钱的反而开着奔驰充面子,真正有钱的却低调地开着大众,而开红色车的男人往往被认为较为吝啬,说话慢条斯理的女人,通常被视作福气满满,走路姿态略显晃悠的女人,则多半生性好色,买车的时候也有讲究,便宜的车选白色居多,昂贵的车则黑色更受青睐,你开着十万的普通座驾,而他却驾驶着劳斯莱斯,你请他吃饭,也只是白白浪费钱财,先听我讲一个故事, 一家鱼塘新开业,钓鱼收费一百元,钓了一整天都毫无收获的顾客,老板会送一只鸡,众多人听闻后纷纷前往,结束时每人都提着一只鸡,各个兴高采烈,直夸老板大方,然而,后来钓鱼场的看门大爷透露,老板原本就是养鸡专业户,这鱼塘里的鱼本就寥寥无几,这个故事源自博弈论中的抛砖引玉策略,再看另一个故事,有两家卖煎饼的摊贩,一家老板询问顾客,要不要加一个鸡 鸡蛋,多数顾客回答不要,而另一家的老板则问,您是要加蛋还是加烤肠?大部分顾客选择了加个鸡蛋,此乃博弈论中的混淆视听之际,还有这么一件事,夜市中有一对夫妻分别摆摊卖炒饭,一家一份卖二十元,生意平淡,而对面的摊位一份卖十五元,还多加一个鸡蛋,生意红火 以前的同事前来,询问为何不降价,小张却满不在乎地说,对面摊位是自己的媳妇,这故事体现了博弈论中的空手套白狼之法,在这个世界上,最强大的并非金钱与权力,而是独特的思维模式